大家好,我是老周 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更新视频了 最近因为个人的原因 我们房车也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 另外因为我们最近几个车友在练习倒车 因为C6增加的原因 所以我们现在准备把倒车的技术多练练好 那么以前曾经有传言 这个C6增加是不会考试倒车入库的 但是现在的新的规则已经出来了 是肯定是需要倒车入库的 那么先看看 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个我们倒车入库需要符合什么标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面这个图示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场地标准 裤长是18米 裤宽是3.2米 车道宽还有70点距离都是13.5米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仪裤的标准 考试的运行路线是从图中的甲库开出 至右侧的70点 倒车移入乙库 然后从乙库开出至左侧的70点 再倒车移入甲库 全程计时5分钟 中途允许前后调整方向 但是不得停车超过3秒钟 可以看出对于没有任何挂车倒车经验的车友 还是比较有挑战性的 今天我们找了一个场地来模拟一下我们这个装考需要的场景 这边我们放了三个装 模拟两个裤 一个裤的宽度是3.2米 3.2米 然后那边从汽车开始 到车的地方 离这个装的距离 应该是13.8米 我们刚刚量过这个长度也够了 还有呢 从装到这个墙的位置 宽度是13.2米 基本上也是满足我们这个考试的需求 所以这个场地我们现在已经量的差不多了 这边就是起始点啊 对 把这个坑给逼过去 按照考试细则 我们的车是从这个起始点开始倒车 然后倒到那个外面的 倒进外面的那个裤 然后再出去开出到 再到远端的另外一个起始点 从另外一个起始点再开始倒到 里面这个车裤 然后再出来开到原始点 这样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考试的流程 第一把试练开始 就感觉这个宽度好像还是不够 要往前调整方向的话 还是有点不够 对宽度不够 再往前调拉不 这就是进这个裤子 他把也收起来 要不然他脚还是要收起来 对他把他还在收起来 你看这样其实很简单 他只要再往前拉直一下就可以了 我看了他一遍 我觉得我已经会了 一把劲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我不是说 他就会有点赚 他都会有点赚 他就会有点赚 我看了他 有点赚 他就会有点赚 他就会有点赚 我看了他 是 那即将是 往前调整一下 对 可以的 好 基本上好了 再往前拉着就可以了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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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不错 厉害厉害 这个观察不了啊 是不是 这边我就看不到 都是近点 对 进来的角度太大了 拉正 标准应该是一个弧形 对 好了 老周要继续练车了 今天呢 带大家基本的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C6增加仪库 考试的具体内容 那么希望各位车友啊 请加练习 C6增加一次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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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